欢迎来到我们的爱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聊聊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 TNTNTG的内部分争 而在背后的GJTGG股票 成为了价值约70亿美元的民股 特朗普本人持有58%的股份 尽管去年TNTNTG亏损了5800万美元 但特朗普人有可能土人有可能突售股份 为自己筹集资金 这些数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让人目瞪口呆 接下来我们的视线转向了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 对Opener的大型语言模型展GPT的一项发现 他们发现XGPT在提供准确的医疗建议方面 并不那么可靠 在提供简单的事或否回答是相对准确 但在给出更多信息时可靠性下降 只有28%的准至28%的准确率 这提醒我们在使用这类模型寻求医疗建议时 要格外小心 最后我们看到了SK海律师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投资39亿美元建立一家先进的晶片风光 制造厂的重大投资 这家设施将生产高带宽记忆体HBM天 预计将于2028年下半年2020生产 这一举措跟随了其他亚洲晶片制造商的类似投资 显示出美国在重建其国内晶片供应链 并投资于研发方面的努力 这些故事展示了从政治健康到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最新动态 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当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一个面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故事背后更多的精彩内容 在布文伯格的一篇文章中 我们被带入了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TNTG的内部争斗的世界 这家公司背后的DJT股票 已成为一支市值约70亿美元的名股 特朗普本人拥有58%的股份 尽管有6个月的锁定期 但它可以出售股份为自己筹集资金 然而TNTG去年在仅有400万美元的收入下 亏损了5800万美元 这让其700亿美元的市值显得更加荒谬 TNTG的高管们希望按照一家拥有70亿美元市值公司的高管来获得报酬 但这让对于DJT更大市值股票的8.6%奖励却显得十分荒谬 而在悉尼乘风报的报道中 我们了解到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OpenEye的大型年模型产GPT 在提供准确的医疗建议方面并不可靠 研究测试了这款聊天机器人回答常见健康问题的能力 发现在提供简单的试或回答时相对准确 但在给出更多信息时可靠性下降 当允许不确定的回答时准确率仅为28% 研究人员强调在使用这类模型寻求医疗建议时需要格外小心 并呼吁开发更有效的专门针对健康的工具 在日新亚洲的一篇文章中 我们转向了科技产业的一项重大投资 韩国的晶片制造商SK海力士宣布 计划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投资39亿美元 建立一家先进的晶片封装制造厂 这家设施将生产高带宽记忆体HBM晶片 密集将于2028年下半年开始生产 这一举说跟随了其他亚洲晶片制造商的类似投资 例如三星电子在德州建立了新的晶圆厂 以及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 在亚利桑那州设立了两家晶圆厂 美国在2022年通过了晶片与科学法案 拨款近530亿美元用物 重建其国内晶片供应链并投资与研发 这些故事从特朗普媒体的内部争斗 WXGP71聊建议的景点 再到SK海力士在美国的巨额投资 展示了从政治健康到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最新动态 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当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一个面向 在经济学人的一系列思念文章中 我们得以一窥生成式人工智能爱的演化之日 这一系列不仅探讨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还深入了解了机器学习的数学原理 以及硕士i技术除非猛进的创新 比如大数据集和专用计算芯片 最为吸引人的是 他还讨论了生成式 模型的新成式 模型的兴起 积极转变各行各业的潜力 文章中提到的即将到来的现场活动 将回答人们关于i的各种疑问 让我们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而在日经亚洲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三星电子如何通过推出 一系列配备i的家用电器 包括冰箱和洗衣机来应对中国的竞争 这些产品不仅产品 不仅采用了高性能人工智能半导体 图像传感器和语音识别技术 i能显示互信图 拨打电话或播放视频 三星宣布 将于2024年下半年销售配备生成式i的 不动家电之错 无一将为家电产业带来一场革命 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 展示了i的另一面 去年夏天 超过2000人聚集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黑客大会上 尝试破解大型科技公司开发的i聊天机器人 这种被称为红队称为红队测试的练习 旨在检测聊天机器人可能造成的现实世界伤害 通过向公众开放 活动旨在收集更多元化的视角 并模拟人们在现实世界中 如何与聊天机器人互动 分析结果揭示了包括政治错误信息 种族歧视而不同语言间的不一致 响应等潜在危害 有趣的是一些最成功的攻击 包括说服聊天机器人提供错误的数学问题答案 透露假冒信用卡信息和分享地理错误信息 这次练习也凸件了关于要按模型及其使用的担忧 尤其是在不经意间产生有害内容的容易程度 研究人员注意到 与聊天机器人进行对话的性质 可能导致错误信息的流传或现有偏见的确认 这些发现在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 有资格参与今年的选举时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按模型有潜力传播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 从经济学人的深入分析 到日经亚洲对三星电子最新动态的报道 再到外交政策对安全性的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 技术是如何在不断进化的同时 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改变产业的潜力 而是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而未来无疑是充满了无限可能和需要我们探索的未知 在最近的一系列新闻中 从政治干预到名人诉讼 再到自然灾害的冲击 世界各地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 Global没有报道了前保守党领袖 Aaron Archu对于中国干预加拿大上一次选举的指控 Archu声称 中国一场针对保守党的错误信息宣传活动 导致多达9名候选人落败 他在一次关于外国干预的调查中提出了这一说法 但没有提供支持他声称的证 支持他声称的证据 也没有指控自由党与所谓的干预行为有牵连 通过政府对Archu的指控保持沉默 但此前已多次否认干预外国选举的行为 在另一则新闻中 Washington Post报道了 Forbeats明星的白德与一家肯尼亚电视台 T24的纠纷 T24在愚人节发布了一篇假新闻 声称的 白德因私人飞机中发现可卡宁而被拘留 这段报道引发了对白德的大量关注和大量关注和打扰 使他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肯尼亚的刑事调查局也已经将这篇报道标记为假新闻 与此同时 Nicke Asia报道了台湾发生了一场7.2级地震 这是自1999年以来台湾遭受的最大地震 导致建筑物倾斜 前路轨道断裂 至少9人死亡 9人死亡 1011人受伤 还有143人被困或失联 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表示 所有员工都安全无恙 但出于预防措施 部分工厂已经疏散 这些事件展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 从政治干预到社会媒体上的虚假信息 再到自然灾害的威胁 每一则故事都凸显了人类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韧性和创造力 无论是透过法律手段捍卫名誉 还是在灾难面前保持坚韧不拔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经济学的角色日益重要 经济学人正在寻找一位新的经济学作家 这位信仰儿交有机会在伦敦工作 不仅需要有能力清晰而有趣的写作 还要对经济学有深入的理解 并能够处理数据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个常拥有白蓝粉丝的微博长蓝 就是一个机会让你的作品成为经济学人封面故事 并为报纸的自由交换专栏做出贡献 此外这位作家还有可能出现在播客和影片中 让全世界的人听到你的声音 而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喜剧演员Johnson近期的一次揭露 可能对美国司法部 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有所帮助 这位在接受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Lina Conn的访问时透露 苹果曾要求他不要与他进行对话 这一揭露被认为有助于 证明苹果利用其在智能手机市场的垄断地位 对其他市场包括流媒体和播客施加影响力 这场诉讼指控苹果使用限制性政策锁定消费者 并排除竞争对手 影响了言论流动 包括通过扩大其作为电视和电影制作商的角色 苹果否认了这些指控 表示将坚决抗电 另一边乡 彭博社报道了台湾近期发生的地震 对世界最先进的晶片制造造成了中断 这可能对技术产业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台湾是先进晶片制造的关键玩家 这些晶片被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等技术中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NCESNC 作为全球最大的先进晶片制造商 不得不暂停一些晶片制造商 不得不暂停一些晶片制造机器 并疏散员工 TSNC和其他晶片制造商 尚未详细说明地震对其运营的全面影响 从经济学人寻找新作家的消息 到张斯对我强词的节目 再到台湾地震对全球晶片供应的潜在影响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瞬息万电 且相互联系的世界 无论是在经济学科技 还是全球供应链方面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需要不断适应和反思的时代 在最近的一系列科技和商业新闻中 Amazon人工Services WS型工智能 在教育中的作用 以及三星即将发布的Galaxy Ring健康追踪器 都成为了热门话题 Gordband没有报道 WS即宣布裁减了数百名销售 市场营销和技术岗位的人工 这一举措是作为该公司 在销售主管McGarman领导下的一次 更广泛的重组的一部分 这是既其母公司Amazon Mazon Wall去几个月中 裁减了数百名员工后的又一轮裁员 尽管WS的云业务 在群演增长放缓后 显示出稳定迹象 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云题目商 WS世界上最大的云 一万线正面临着 来自微软等竞争对手的挑战 与此同时 邮提出了一个关于领域的挑战 使用师生生成性人工智能路产GPE 进行作业作弊的现象 日益普遍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 有89%的大学年龄受访者 表示他们使用了这项技术来作弊 目前教师负责制定 关于生成性而使用的政策 而许多教师缺乏做出明智决定所学的知识 文章建议教育工作者 应重新定义作弊的概念 并明确对学生的期望 这可能包括纪录RI的使用情况 并实施提供关于其适当使用的反馈 在消费电子领域 The Independent报道了 三星即将发布的Galaxy Ring 这款健康追踪器 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 有可能在7月底揭晓 并在8月初正式上市 Galaxy Ring被期待能够监测 心率、体温和睡眠模式等健康指标 它还将提供WiFi TVD Score 健康见解的助推砍片 以及可能的数字 还教练功能 虽然Galaxy Ring的价格尚未公布 但预计由于包含多个传板器 其价格将会偏高 三星可能还会为其Galaxy Health应用 推出订阅服务 Galaxy Ring将提供三种颜色 黑色、金色和银色 和九种不同尺寸设计 轻巧舒适 适合夜间佩戴 这些报道揭示了科技行业的最新动态 从企业重组和采源 到教育领域的技术挑战 再来即将退出的消费电子产品 都展现了科技如何在不同领域内 持续发挥起影响力 上面勾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官家 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角色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方 订阅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多 练游收到六度简报